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看第五场赛事 这场四班赛事 路程1800米 大业满马就是天赋威力 4.4倍开飞 过完关就4.9倍 在最后阶段继续下飞 落到3.1倍 这场3号 5号的Q位置Q也有共有过关 3号连连行运 开飞10倍 开跑时14倍 而5号精彩飞动 开飞9.2倍 开跑时6.4倍 自然力量在最后阶段继续下飞灯 由16倍打到11倍 定场四班千八米 三点的刺关 一起步的时候 天赋威力 应声弹出 内档白三个匹 贴曼加州明晋都快 跟着出来辉煌巨星 大砂码都很好 外档迈来的马立潘顿 华丽全城 外面还有美丽天士 宝群中间有快活一番 内档莫雷拉的精彩飞动 这次起步都不是太执书 中间左右 拍着它是神舟复兴 然后那一阵才看到千金不换 贴栏 在外侧有两只 自然力量和龙战士 尾三位置橙三已经是奥龙区 六三尾就连年行运 包紧尾暂时是尖指 跑了600米 前面加州明晋 最近这几长都好像失去控制 这场唯有尽量控制 控制到弹下弹下弹下 外档的天赋威力 卖不到来 走着外叠 辉煌巨星首次第三 铁栏慢慢上到来精彩飞动 然后华丽全城 神舟复兴 外内档那边千金不换上了些 外档一路走着蝕脚情那一匹是美丽天士 然后快活一番自然力量 然后还有奥龙区 连年行运农战士 包尾仍是尖指暂时贴栏 入弹的时候 前面加州明晋真的很努力控制 但其实步速都不能慢 拍着它是天赋威力 贴栏上来 第三个精彩飞动 然后就辉煌巨星 然后震着千金不换神舟复兴华丽全城的喜势旗 走四碟 美丽天士 自然力量和尖指暂时在内档要等位 拍着奥龙区一起 扔出外档农战士 还有后面快活一番 放在内档连年行运 入队300米范围的时候 前面戴着头是加州明晋 在抖着天赋威力 这些天赋威力打了两边左手边 就飞了出去外档 大条路就抑了莫雷拉的精彩飞动 就冲上来 接着上来的马还有尖指外档 盖上来的马还有自然力量的马 然后几步的时候 前面的精彩飞动带着头 天赋威力又打回来 后面的尖指转到外档 所以来自然力量 他出现第一名是精彩飞动 自然力量第二 第三名冲线的时候 就是天赋威力第三 尖指第四 但是赛后有抗议 而且抗议也是成立 尖指升了上第三 结果天赋威力贬为第四 今天就其实跑道大力来档 你看见尖指上下了名 十三档就摄了连栏 跑一下 他一尾的嘛 组段 他都刻意这样做 这马上次他骑了时 因为内闪得很紧要 你一早给他看了 走出去会挺难搞的 其实是美场单日转向之前 今天排四档开外 都几乎不是很需要赢 是啊 这个方仔就好赢 部署精彩飞动 走来沙田搏 就是永远跟你斗刺斗力 人人都知道 马尼紧的 莫雷拉 但是沙田是九比零的 但是这次就很明显 那个操练功夫不同了 这次完全是两回事 和之前 又被他配合到内篮 没有内篮也未必赢得到 那就配合到内篮 又有个主要对手 自己又不多生性 怎会转回飞去那么快 入到直路仓 天赋威力 开条路给他 就是 今天有内篮就好跑很多 所以今天如果大家 以后再计算数 你都要留意一下 走到外面那些很吃虧 今天 哪些吃虧呢 华丽全城那些 走多少吃虧多少 他又 誇張那些 由千二跳上千八 居然都得了几倍 没有办法 大家刚刚看到那只博爱有威 潘顿赛前一路摸着那些 这只一样 想着 马房 骑斯合作成功的功 但很快就没有东西看了 千二跳千八 难道很高 很高 你就是跑一长千四先 他又不是 他直跳 他已经收工了 看看干扰了 天赋威力 这边打回来 我看到这边 那些糯米都很紧要了 因为回来很近 而且最重要 你真的切人跑线 而尖指正在上来 最糟糕是这样 那你很难 就这样 在现场看过终点的时候 我都以为尖指已经过去了 是的 因为那个距离太近 太近了 半个臂 而且你真的切到他跑线 最大的问题 尖指就 骑少了一步 但现在你输半个臂 骑少了一步 没有了 就影响到了 我想一个码头位以内 都走不了 这里收收要移出去 没错了 就是这里 不知道是否需要罚人 幸好不用罚 那算是有点运 看看距离就是这样 拍照的时候 分断时间 头段13秒81 第段22秒31 第3段23秒15 第4段24秒26 末段24秒07 总时间是1分47秒6 直镜看得很清楚 何摄瑶先是打右 判明辉先是打右手边 就飞了出去 接着再打左手边 那尖指就骑少了一步 如果距离一条颈位 我想就不脱 但一个距离 我想半个臂位 因为距离太近 他距离了一步 就可以脱得到 是的 所以舌欣提出 看到回来复绑 舌欣已经口哭哭了 那时候他都立即提出抗议 都很合理的 因为真的很明显 还有天赋威力的移位 的幅度也很大 刚刚就是切正 本来你看一下 入直路的时候 尖指差不多落后 成三个马位 他是一路一路追上来的 所以就一看完 那错后片段 都合理的抗议 合理的判决 而且呢 潘平辉那几步的鞭 他没有收过 即是没有想着去修正 那这一点已经很吃虧了 而且最大问题是真真正正 切到跑线 所以很难脱到罪 那潘平辉就不用罚 小组都是严厉谴责了他 就是说他在125米柱 容许坐骑在吹拆之下 向内斜跑 因为他又不是碰到 其实他刚刚有一个马位 他刚刚吃了个位 但真的碰到 如果碰到就要罚 碰到就真的 那今天往后 尝试有些人这样移出去 咳到人就真的要罚 所以潘平辉也算是很幸运的 那这场有问到两只马 那个情况 一只就是美丽天使 因为那里一路走开辩 那就 毛显东就说 就是指示 因为叫他 就是不要阻断 吹拆坐骑 所以他说 如果我不吹拆 又想不走外谍 就要吹拆 那就违反了拆骑指示 所以那里一路走外谍 另外又说到 就是连连行运 那今天再增程上来 跑千八米 那小岳峰就说 就是 总之今场 他早段就留后 末段的马 未能加速 那他觉得 都是赛事形势 不合马 但小组认为 因为上次 年年行运 赢千六米 都是上次赢马的马 表现难以接受 而要事实合格 和通过受益检验 才可以再跑 辉煌巨星 就发现 气管内有很多血 是的 好了 我们就谈到这里 回来再说第六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